加油 十一點熱炒點 太高燥 不嗆不辣 不上桌 看這個場面 大家以為我們提早再錄 過年特別節目 還沒有 對啊 恭喜 才年初怎麼再圍起爐來了 我們今天真的很有口福 我們今天這集是跟美食有關的 因為台灣是美食王國 而且演藝圈裡面 懂吃的人非常多 對 我也算懂吃的 那麼懂事是因為我媽從小教育 我說要成為一個成功的人 一定要記得五個字 什麼字 不是 你不是小的時候在家裡 你爸爸還會教你怎麼醃香腸 醃辣肉也有 對 當然可惜 家裡面的美味已經失傳了 因為我們也沒人認真學習 你應該把它學起來 對 學起來幹嘛 幹嘛呢 這個是非常珍貴的一個方法 沒錯 其實我們演藝圈很多老饕等級的 我跟你講這樣的美食權威 真的是不得了 今天我們真的是太有福氣了 等於是這個 五福臨門都來了 五大 五大權威級的美食專家 竟然能夠齊聚一堂 真的是我們節目的福氣 真的 所以我們要趕快來介紹 我們今天的美食達人們 胡老師 大家好 大家好 趙哥 謝謝 來聽聽看美食直播的咪咪 嗨 還有這位不用多說 大家都知道是美食達人的阿蘇 誰了 這位已經是美食界的天花板 美食界的老師來自 美食界的愛馬仕 美人節 謝謝大家 花了一年的時間 終於讓美人節可以 來上我們節目 我老師也是 我老師花了半年的時間 是不是 稀有貴客 真的真的 對 你這樣講 我花了多久 你花 你花大個小時 你花大個小時 太早來了 對啊 今天不得了 今天五位美食全位美食達人 來現場是這樣 不是我們拿美食來給他們吃 而是說他們有他們的口袋名單 好開心 等於就是意思說 林志玲告訴妳說 誰是漂亮的 那就有代表性 如果今天是美食專家告訴妳說 哪一家餐廳有什麼菜是好吃的 那才真正具有代表性 是他們的秘密口袋名單 對對對 那我們要問美人姐 今天帶來什麼菜跟我們分享 我今天帶來這個菜呢 是一個 大家享受不到的 就這麼清清白白的一個東西 豆干絲 干絲 OK好 那干絲其實是 我們涼拌菜裡面非常 普遍的 也去小吃店都有 但這個是我呢 這個之前跟李昂老師去吃的 一個川菜館 然後呢 什麼都沒有啊 很白 是不是這樣蛋耶 看起來真的很平凡 沒有 可是你看 它重點在這一抹綠 這一抹綠 沒有 芹菜 是小芹菜 對 小芹菜 然後它用小芹菜的 比較尾巴的地方 比較嫩的地方 不是 就比較細 它不會那麼粗魯 切成末 然後再來是 它是川菜 川菜的一大 兩大靈魂之一 一個辣椒 一個什麼 花椒 我最愛花椒 然後它的花椒油 下得非常的節緻 它讓你 因為乾絲你不能辣到 因為是前菜跟涼菜 涼拌菜 你不能一開始 這時候先上桌的 所以它的麻辣是剛好讓你 喚醒你的那個什麼味蕾 明白 對 行味用的 就是非常地開胃 OK 好 醒口 然後你就覺得 要拉開一場美食盛宴的序幕 所以涼菜還有學問 對 那個活動現場 一見面就拖一舞 你後面就不用看了 醒目要拉開 來 我請胡老師先吃一個 來 胡老師 他不請我先吃 因為要知道我沒什麼品味的 來 胡老師的評論就很權威了 你喜歡吃麻辣嗎 來 那個誰 你也吃一塊 不要 我喜歡吃麻辣 而且這個是比較沒有冷熱的問題 自己來 來 大家看胡老師的表情 胡老師為人正直 難吃 他就皺眉 轉來壓力很大 這怎麼講 花椒香很香 花椒香下得剛剛好 然後甘絲軟硬度也不錯 最主要是一抹綠的芹菜 掉那個味出來 你如果芹菜很多也不行 因為甘絲通常是要用 鹼水去泡 鹼水太濃了 鹼水太淡了都不對 泡得太久 它就白白的粉水出來 就是一股色味 對 它這個泡得非常的清爽 我真有每人姐一罐的風格 這好吃 看起來都很平凡 它吃下去之後呢 很驚豔 對 餘韻無窮 真的 趙哥覺得怎麼樣 就一抹 一抹 就是一抹 爛起來簡單 吃起來還真不簡單 而且你會想吃第二口 對 會想吃 我是覺得說因為 我 我們都是吃很多 也吃過很多大菜 可是我今天特別推薦這個 就是我覺得 好好吃喔 它很不容易 這麼簡單的東西 要做到這樣真的是 它就是恰到好處 對 可以嗎 非常好 我現在很想一直吃 它真的拉它的一個蓄味 它會讓你一口想接一口 然後那個舌頭後面 它自然就把口水伸出來 然後那香氣又出來 然後口水又再伸出來 然後鹹味又剛好補上 這個放在第一道 真的太恰當了 是 太好了 開胃 真的是開胃菜 這個開場表演太成功了 太成功了 美鳳姐 為什麼 吃不到這樣的味道 為什麼會這麼懂吃 我覺得是因為我 從小就是對吃是一直很有熱情 然後我又學做菜 所以我對飲食啊 這個就比較有興趣 那我非常感謝的是朱正凡老師 我那時候在飛碟電台的時候 然後跟朱正凡老師 就他有一個那個美食吃會 那那個時候呢 你看那都20年前 那時候還有非常多不錯的中級餐廳 你知道現在的台灣的餐飲就是要嘛很便宜 要嘛很貴 中間那一層的餐廳都不見了 像以前什麼恩城居啊 什麼那些的都沒有了 OK 那那些那有地方才會有一些 這個非常功夫家常菜 OK 那又是我們一般人吃得起的 那樣 所以那個時候吃了很多 那個最好的乳哥 還有那個吉米軒的炸鴨下巴 我的媽呀 然後還有那個燒那個鵝掌 哎呦 鵝掌 鵝掌我們常吃 對可是燒得好 跟有的時候把他燒爛了 那燒得好的鵝掌 你會覺得好遺憾 為什麼鵝只有兩隻掌 對阿里巴搞成那樣 對 這麼好吃 為什麼只有兩隻 對 所以那個美食經驗的累積 然後再來就是說 老師會跟我們講說 這個的典故是什麼 那我這個人對美食背後的故事 我是非常地有興趣的 所以我對那樣子的一個 美食的一個經驗 就給我很大的一個展開這樣子 美玲姐是可以餵吃走遍天下的 但成為美食家 其實也要花一點本錢 妳曾經可以餵了一碗牛肉麵 跑去台中 對 為什麼需要這樣 我那天還是遇到的是浩子 那時候還沒有跟他合作組織節目 然後我就說浩子 妳來台中是出外景嗎 他說沒有 我來跟同學打一場橋牌 為了一場橋牌 對阿他要回彰化 他彰化人 我說妳太誇張了吧 為了打一個橋牌 特地從台北這樣下來 妳也太憤怒了 然後換他問我 他說姐那妳來台中幹嘛 也是出外景 我說沒有啊 我為了吃一碗牛肉麵 這樣妳如何 那天的牛肉麵好吃嗎 因為是陳蘭蘇 陳蘭蘇 那個非常美女主廚 他聽到是法式主廚要來煮牛肉麵 那一定有 我們就有這種的香味 所以這個就改他去吃 妳們以為到台中 已經很鹹了對不對 還有更鹹的 是嗎 平東嗎 還可以去日本 日本是去吃什麼 是去吃日料嗎 那天也是在TVBS 那時候錄國民大會的時候 剛好錄完 然後那天有李洋老師 然後他就說 美人啊 妳幾月幾號有空嗎 我說不行 我那三天兩夜 我好不容易擠出三天兩夜 我說不行 我要去日本 他說太好了 妳可以去大阪嗎 我說我可以改大阪啊 什麼事情 他說太好了 因為他排隊排了兩年的米其林餐廳 在京都叫未在 然後他訂了四個位置 他排兩年 你知道現在人的感情 要撐過兩年也不是容易的 不容易 反而會生變 忘記是夫妻還是情侶 反正他們不可能在一起吃飯了 OK 就不願意了 因為等兩年之後感情生變 那只能去一個 就空出四個位置 沒有 他訂了四個位置 那現在兩個不去了 是不是還是兩個 那你想說 那兩個就退掉就好了 不行 因為日本呢 這種餐廳是這樣子 京都 他講究一種熟悉度 就是他是因為 其中有一個人是熟的 所以他訂了四個位置 那如果你突然臨時給他取消兩個位置 黑名單 這個熟人他將來在這家餐廳 就沒辦法讓人騎掉了 他就沒有信用了 所以現在李洋老師就在找人地補 對 那可以為了吃一頓飯 然後跑一趟 值得啦 吃喝玩樂最開心的 我也喜歡 沒有我是想 老師你找我 找我我給你去 沒有 然後我就覺得 哇這太美妙了 太夢幻了 人家排了兩年 我們得來全部費 當然要去 兩年 所以我也剛好那個時間要去 剛好學家 二話不講 從東京改大阪 全部搞定 就去吃味在 真的好吃 很值得吧 值得 他第一道料理 是那個 我們幫我們訂位置 那個施小姐 他已經帶很多人去吃過了 然後每個人吃第一道 就說 怎麼第一道上個飯 那樣子 那個飯大概就一口 稀飯不像稀飯 乾飯不像乾飯 濕濕的飯 OK 沒煮好啊 的感覺嗎 也不是 那就一口而已 所以我就一吃之後 我就知道 你知道我跟那個 廚師的眼神在交流 那就是什麼 高手過招 他一口飯就亮出架式 我什麼派 聽懂嗎 因為你要知道 他是三型線的廚師 所以他用的 第一口飯他用的是 三型線的米 他要告訴你 我來自三型線 介紹自己 這是我的家鄉的米 OK 你知道那個飯要燒到熟 又不是爛 然後又 過頭 你水太多 又變成稀飯 那太厲害了 好 我告訴你 第一道菜 我們就有了眼神的交流 最後一道菜才是精采 最後一道菜 什麼呢 都吃到已經快要撐了 對不對 最後一道菜是 鍋巴水 他第一招出來 我就在等最後會怎麼結尾 你知道嗎 然後那種 你又出這一招 又心領神會 那種感覺 真棒 他在考慮你怎麼接招 是耶 可是我跟你講 他看你懂不懂吃 大部分就這樣吃而已 只有我給他那種眼神是說 我說你這太棒了 為什麼 因為他說 在他們的三型線 通常一頓飯之後 他們會把鍋巴用水再煮一下 因為大家是一個豐收的感覺 然後也不浪費 不浪費鍋餌的米 然後所以他用鍋巴 而我告訴你 就是侯冠群的媽媽 他們的食譜 有介紹過一個上海草米 OK 因為上海老太太如果吃太撐了 他們都會炒一碗 炒一桶米 從白色的炒到金黃色的 吃撐了 就是積在肚肚的時候有沒有 他們就用草米泡水 喝草米水 我告訴你立刻消化 所以當那天我們吃了 一路下來之後 最後上了這個鍋巴水 我跟你講 我彷彿又可以再吃點什麼 又消化了 不到的救贖 你知道嗎 這樣你一點都沒有負擔 不然你吃這麼大份量的菜 你會很脹 它完全讓你消化 所以這根本就是一場 交響樂般的一個美食的享驗 每一道菜都有原因 我跟你講最好的結尾 就是讓人家回去還會回味在山 當然 語韻由蠢不覺如驢這樣子 念念不忘 隔了那麼久 你看美人姐回憶起當年那一段 依然能歷歷在目 美人姐當第一棒再跟我們講這個故事 後面就吃虧了 對 我告訴你